接着来关心华丽县议会农业小组28号的上午 是来到了六屋西南岸考察现有地活化整地工程 名有段四地号 而目前将先活化七公顷的土地 作为农业教育园区 来提升民众生活品质以及环境改善 华丽县议会农业小组28号进行相关农业考察 先元秋光明对于六屋西南岸七公顷 现有土地的活化并提出土地整理推广 作为学校户外教学的体验区域 本席一直认为我们的县政府要赶快把它开发出来 能够给我们这个国中国小来做户外教学 那现在因为这个预算的问题 县政府已经送到议会 我们议会通过以后 第一期四百多万的话 就可以把这块土地完全把它开发出来 那开发出来以后的这个使用 就先给我们花蓮县国中国小的户外教学来使用 那他们有规划一个50吨的这个水池 还有引进两条适应急的水管 那我们初期就赶快把这块先把它做出来 那表示我们整个的规划 目前能够先把这个实现 立物系南岸的一个成果出来 立物系南岸共有76公顷的现有土地 花蓮县政府农业处目前正在进行土质的改善 绿地的复原也会以当地居民的意向来进行后续的规划 我们农业处先进行7公顷的一个土地的一个整理跟活化 因为毕竟这边其实长久以来都是很多的大石头在底下 那必须把一个土质做改善 还有这边的绿地可以复原 是我们现在出席的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7公顷先整理起来 然后看它活化的效益如何 因为其实这边也像不管是一座或者是在地的团体 都表达说他们也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 像我们知道这边有一个新城的胡文伟教练 他也希望说能不能够在这里有一个运动公园的形态 让小朋友有一个非常可以自由自在打棒球的空间 县议员黄正复、邱光明、郑宝秀 在听取花莲县政府农业处的简报之后 也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持续进行76公顷的现有土地活化 让当地居民有更好的休闲运动空间 记者林杰、新城乡采访报道